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说一部 总统专机惨遭恐怖分子劫持 总统自救反杀敌人的经典好莱坞动作片 《空军一告》 这部电影当年拍摄 得到美国军方各部门的协助 力求各方面真实完美 制作成本5000万美元 但全球票房高达3亿美元 更重要的是 它是在24年前的1997年上映的 简直是一次票房奇迹 在上映一年后 电影就得到了奥斯卡金像奖两项提名 票房和口碑双丰收 宣夜 哈萨克王国的江俊福 即将发生一场国际绑架案 美俄联合特种兵从天而降 把将军府的主人 正在床上做美梦的 库斯卡当夫将军逮捕 三周后 美俄两国在莫斯科举行了庆功晚宴 这个卡当夫将军 遭老头子坏得很 是一个恐怖分子头目 多次发动国际恐怖袭击 甚至还掌握了核武器 其危险程度不亚于本拉登 美国总统米歇尔开始发表演讲 这一次他的演讲有点出人预料 完全不按之前写的演讲稿来 他先自我谴责 对之前恐怖袭击表示痛心 自己没有保护好人民 接着宣布 美国将对恐怖分子零容忍 他们敢冒头 我们就敢斩草除根 米歇尔的言语有些哽咽 但质地有声 博得了在场所有人的炸雷般掌声 庆功晚宴结束后 在人民群众的家道欢迎下 米歇尔坐着专车来到了 莫斯科国际机场 在这里 跳登上总统专机 空军依靠 踏上回国的旅途 此时的莫斯科国际机场 安保十分严格 乘务人员经过层层审核 保镖们整装待发 不敢放松警惕 但谁也想不到 恐怖分子早已有了 明目张胆的身份登上飞机 一场密谋的恐怖袭击 即将发生 米歇尔登上飞机 随行的重要官员和第一夫人 金女儿也紧追其后 这时六名俄国国籍的特约记者 来到了机场 要在飞机上采访总统 特约记者的领头人 是编辑安德烈 安德烈一行人登上总统专机 就受到了女秘书的热情关照 女秘书带着他们参观飞机内部设施 并把内部构造详细的解释给了他们 空军一号一共分为三层 每一层都有他的独特用处 并配由世界领先的科技智能设施 让总统可以在这个不过百平米的地方 解决各种国家大事 甚至发动战争 乘客全部到齐 空军一号开始起飞 恐怖分子开始行动 内鬼早已混入了特工里面 特工汤姆来到了看守武器的地方 在西装的掩护下 掏出一把枪 将看守武器的其他特工全部打死 打开武器库 拿出一枚烟雾弹扔到客舱 安德雷一行人 看到烟雾弹立马冲了上去 他们都是卡当夫的中师手下 安德雷一伙人来到武器库 拿起冲锋枪 换上防弹衣 开始进行轰部袭击 他们拿着枪四处扫射 看见人就杀 里面的特工招架不住 急急败退 客舱里混乱不堪 这时 总统米歇尔正在会议室 跟政府官员们开会 枪声和尖叫声传入了会议室 米歇尔还没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就被急忙赶来的两名特工拽着带走了 他们来到了位于最底层的逃生藏 米歇尔还没说上几句 就被特工们硬塞了进去 他必须活下去 哪怕其他人全部死亡 舱门刚刚关闭 恐怖分子就赶了过来 把两名特工干掉了 发生了如此大的暴乱事件 飞机上的驾驶人员也不是吃素的 就第一时间 关闭通往驾驶室的安全门 并联系地面指挥中心 6架F15战斗激增员 被安排好破旧通道 供飞机降落 恐怖分子看着眼前防弹的逃生舱门 无论发动怎么样的强攻 都无法阻挡逃生舱被驾驶人员按下弹射键 逃生舱 有如赛亚人飞船一般 带着总统逃离了飞机 恐怖分子深知 一旦飞机破旧到了机场 他们甭想活命 使我敢就干 只见恐怖分子们分工明确 开始进攻驾驶室 这时的地面指挥中心 得知总统坐着逃生舱逃了出去 急忙吊起军队寻找逃生舱 而美国白宫炸开了锅 总统专机居然发生了恐怖袭击 这可是前所未闻的热搜 副总统凯瑟琳急忙赶回来白宫指挥中心 主持局面稳定军心 各大部门主管早已再次等够 开始商量如何解决此事 而空军一号即将迫降到机场 军队早已包围好了 安德烈靠着炸药 炸开了驾驶师大门 涌向威胁驾驶员继续想上飞 但驾驶员可不是贪生怕死之人 面对威胁毫不妥协 安德烈直接开枪杀人 然后让手下坐在驾驶座上 开始让他献学飞机驾驶 从一个小白到机场需要几步 只需要一个领导就可 飞机居然外外扭扭地飞了起来 恐怖分子完全控制了空军依靠 安德烈开始带着小弟处理人质 安德烈得知总统居然逃走 顿竿恼怒 不过还好 第一夫人和他的女儿 还能当做人质 威胁美国政府 另一边 白宫里副总统凯瑟琳 猜自空军一号里出了叛徒 毕竟空军一号是个铜枪铁壁 从外公根本不可能 只能是内部出了问题 但叛徒是谁 编剧还没有想好 不不不 还没告诉主角团 镜头一转 搜救队的直升飞机 很快就找到了逃生舱所在地 但当打开舱门时 发现里面啥也没有空无一人 总统米歇尔到底在哪里 谁也想不到 米歇尔根本没有坐进逃生舱里 他顺着通风管离开了逃生舱 现在还在空军一号上 身为一个强硬派总统 米歇尔文武双全 极有发达 倒墙棍棒 赴五月勾插 说学逗唱 剑草碰炸 没有他不会的 另一边 安德烈给副总统凯瑟琳打了电话 让他联系上俄罗斯政府 释放出前三周被逮捕的卡当夫将军 不然 每30分钟就杀死一个人质 坐在白宫里的凯瑟琳 放下被挂断的电话 乱是绝望 毕竟总统才在几十分钟前发表 绝不向恐怖分子低头的演讲 现在要是低头了 岂不是打了总统的脸 这哪是打我的屁股 明明是打您的脸 他们绝不能低头 这时 有人将逃生舱根本没有总统的消息 传递给了在场的所有人 完了 总统遇难了 众人更加绝望了 这时 一枚将军站了出来 他认为 总统不可能会死 毕竟 总统可是在越南战军上 表现十分英勇的男人 一人敌过百万雄兵 所以 总统很可能还在飞机上 准备一人对抗恐怖大军 救出人质 我有长山赵子龙 他是总统山赵子龙 子龙兄米歇尔来到了 位于飞机二楼的总统办公室 看了一眼窗外护航的战斗机 接着 调打电视剧的音量 吸引一名恐怖分子前来 徒手去将其打休克 夺走冲锋枪和会议室的钥匙 米歇尔来到会议室门前 准备开门 刚刚机晕的恐怖分子 追了过来 对他开枪射击 米歇尔一个挥手套 将恐怖分子干掉 两人的枪击声 吸引了剩余的四个恐怖分子 米歇尔只好暂时躲进火仓里 躲避追踪 另一边 美国白宫 毫无办法的凯瑟林 只能给俄罗斯总统打电话 赏量释放恐怖分子卡当夫将军 就知道俄罗斯总统坚决不同意 表示自己 绝对听美国米歇尔总统的指挥 安德烈接到凯瑟林的电话 得知卡当夫将军没有被释放 就拿起枪 抱了安全顾问的头 便告诉凯瑟林 再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 随后 安德烈将第一夫人 和他的女儿捆绑了起来 亲自看守 这时 米歇尔悄悄地来到了 飞机最底层的行李放置处 找到了一部卫星电话 打到了白宫接待处 我找副总统 你谁啊 我是总统 接待大妈嘲讽的 我还是第一夫人呢 还好大妈查清了电话来源 顿时明白了 这可能是真的总统 急忙接上了副总统的电话 电话终于接通 还没来得及高兴 一个恐怖分子 持枪出现在米歇尔的身后 米歇尔临危不乱 在转身前 将通话中的手机 偷偷放进口袋里 然后举起双手 脚械投降 并挑灭了自己是总统 在被恐怖分子押送的途中 米歇尔自言自语地 介绍其空军一号的功能 空军一号有一项黑科技 叫自动反制功能 只要飞机受到袭击 就会自动躲避 里面的人不会受到攻击 只会被震动 电话的另一头 凯瑟琳瞬间明白了 米歇尔的意思 他命令战斗机 发射导弹 攻击空军一号 于是一枚导弹 向空军一号袭来 飞机检测到 有导弹即将袭来 自动开启反制功能 发射出几枚吸火弹 撞击导弹 导弹顿时爆炸 巨大能量 将飞机产生晃动 看到没 没有导弹能打得中 空军一号 米歇尔把握机会 将压制自己的 恐怖分子干掉了 两人的打斗 通过手机 直播给了白宫里的众人 当再次听到 米歇尔的声音 众人放松了下来 米歇尔得知 恐怖分子的真实来意后 命令凯瑟琳不许低头 恐怖袭击并威胁美国 一旦有了第一次 就会有第二次 绝不能屈服 由于一名同伙 嗤痴违规 恐怖分子产生了怀疑 其中一个人来到底层 发现了同伙的尸体 就把通往第二层的大门 锁了起来 安德烈得知 自己的小弟又死了一个 愣是生气 但他并不知道 总统还在飞机上 以为此时的米歇尔 就是一个总统保镖 安德烈抓了女秘书 打开广播 不出来 我就打死这个女的 一边自己安全地活着 另一边是女秘书的命 米歇尔的内心十分煎熬 最终他选择现身救人 但枪声响起 一切都晚了 女秘书被杀 通往第二层的门 再次被关闭 接着 安德烈在广播里 通知米歇尔 下一个要死的人 将是身份更重要的人 米歇尔困在底层 思考着办法 突然看见泄漏的牛奶 想到一个办法 可以让飞机燃料泄漏 逼迫恐怖分子 飞机降落 说干就干 米歇尔来到位于底层的机房 看着里面密密麻麻的线路 米歇尔不知从哪下手 还好有电话 可以联系工程师 于是 在工程师的远程指导下 米歇尔开始修剪线路 等中途 卫星手机没电了 发现飞机开始漏油 明白 是底层的米歇尔搞的鬼 但也没有办法 必须有人去维修 不然 飞机落地 他们就会完蛋 安德烈便派出两个小弟 前往底层围攻米歇尔 并维修机器 接着给副总统凯瑟琳打电话 要求派出加油机 进行空中加油 不然 这会加快杀人速度 凯瑟琳只能同意 另一边 两个小弟来到底层 没有发现米歇尔的踪迹 原来 米歇尔挟持了一名恐怖分子 作为掩护 来到了关押人质的会议室 并打开大门 跟里面的人成功会合 怎么联系上白宫 是个问题 正在众人想办法时 一个黑人女性站了出来 告诉他们 可以通过传真联系白宫 于是米歇尔带着她 前去发送传真 其他人前往纪委 寻找降落伞 传真发送成功 其他人也成功 背上了降落伞 准备逃生 但此时 副总统凯瑟琳 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公布了空军一号 被劫持的消息 很奇怪 打开新闻发布会的是 副总统 安德烈突然想到 或许 在飞机上的神秘人 就是总统米歇尔 于是安德烈用对讲机 给了舱体被劫持的手下 发信息 手下说一切正常 但还是不放心的安德烈 准备前往底层看看 这时加油机飞了过来 安德烈便回到驾驶舱监督 在白宫里 被众人忽视的船帧 终于被发现了 空军一号降落到 15000英尺以下 穿着降落伞的众人 开始一一逃出这里 但逼个恐怖分子发现了 他将舱门炸开 此时 只剩下米歇尔 和其他几名乘务人员 还未跳伞 巨大气压 将他们差点吹出飞机 这时加油机的输油管 跌落了出来 输油管摸擦着 空军一号的机身 燃烧了起来 加油机爆炸 还好 空军一号皮口 没事 最终在乘务人员的帮助下 米歇尔来到了安全的地方 躲过一级的米歇尔等人 被恐怖分子正式逮捕 在驾驶舱内 米歇尔一家团聚了 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 安德烈用他女儿的命 威胁米歇尔给俄罗斯总统打电话 释放卡当夫 再硬汉的男人 心里都有一个软骨 米歇尔同意了 他给俄罗斯总统打电话 要求释放卡当夫 俄罗斯总统一听 是美国总统亲自下令 立马开始释放流程 安德烈很是高兴 但他也不打算放过人质 这时 米歇尔偷偷用刚刚被安德烈打倒在地 捡尸道的玻璃划破手上的胶带 找准时机 偷袭安德烈 并捡起一把枪 干掉另一名恐怖分子 但安德烈趁着米歇尔转身的时候 拽起第一夫人 来到了刚刚跳伞的地方 把其他的恐怖分子全部干掉后 米歇尔来到安德烈所在的地方 此时的他 穿着降落伞 一只手疯狂地将剩余的降落伞扔出飞机 另一只手拿着枪指着第一夫人 看着妻子受到威胁 米歇尔不敢轻举妄动 但能成为米歇尔妻子的女人 也不是个擅长 米歇尔见状 急忙扑到安德烈的身上 有人展开了一场 拳拳到肉的搏击 米歇尔找准机会 将绳索套到安德烈的脖子上 并拉开他的降落伞 拴着气流安德烈被活活勒死 米歇尔取得了胜利 他赶紧给俄罗斯政府打电话 让他们杀死卡当夫 还好卡当夫才走出监狱几步 一切还来得及 卡当夫被预警击毙 另一边米歇尔来到驾驶室 在白宫里的空军司令指挥下 驾驶飞机 这时卡当夫的预党 准备来一个鱼丝网破 他们派出了六架战斗机 势必要将米歇尔等人 杀死在这里 副总统凯瑟琳见状 也派出了六架战斗机应战 谁也想不到 恐怖分子的内应 汤姆还活着 只见他藏起一把枪 不知会干些什么 恐怖分子的战斗机 先一步抵达 疯狂扫射 将空军一号的引擎破坏 情况十分危急 还好 美国战斗机即使赶到 一场空战打响 最终 恐怖分子的战斗机 落入下风 仓皇逃跑 此时的空军一号 也伤痕累累 无法迫降 这时 空军司令有一个疯狂的想法 可以将空军一号上的人 转移到另一架飞机上 恰好附近就一架 补给飞机自由号 没办法 只能试试 补给飞机派出一名使兵 顺着绳索来到空军一号这里 只要顺着绳索 传送到自由号上 就能获救 米歇尔让妻女先走 接着救世伤员 最后 只剩下米歇尔和其他几个人 还待在空军一号上 但 由于空军一号下降速度太快 几分钟后 就会陆入海中 只剩一个人 能被传送到自由号上 他们此时 露出真面目 将其他人杀死 只剩下绑在绳索上 准备传送的米歇尔 还好米歇尔武力直高 将汤姆打倒在地 在最后一刻 紧紧地拉住绳索 被士兵河里 拉到了自由号上 当米歇尔成功获救时 自由号更名为了空军一号 这就是电影 空军一号的故事 也叫美国总统 依然照了一飞机的保镖的故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我的 全部事实顺心 万事如意 猜渊滚滚 日盡斗金